電影監製這個身份是你本來規劃當中會發生的一個成分嗎 其實一直不是 所以其實是因為跟杰倫一起 因為認識了這麼多這麼久十多年的時間 兩個常常共同的夢想 從在構想MV到構想許多許多部電影 所以才有機會最後在我們兩個共識之下 我決定要成立電影公司 一起來剛剛製作他這部天台這個電影 可是你知道周杰倫的習慣就是可能會越做越大嗎 那做他的監製的話 是不是會面臨越來越多麻煩 其實我們原本預設的 其實我們拍的是一開始創意 公司剛開始要拍大概兩部到三部的小成本的電影 然後我才來拍這部天台這個電影 但是在他的督促之下 用我們想的最多電影腳本 但是他覺得時間跟開明 這部要馬上先開始 但這部其實是一最大的 我們現在覺得是一個蠻大的固定 我需要應該有一點時間操練 但是他馬上就把我推上正常的照片 周杰倫這樣子的導演呢 其實我覺得在時間控制上會非常的困難 因為他就是行程滿長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想法要實現 這表示作為他的監製 你將來在他拍的時候 可能就是得管好他 所以意思就是說 初動影當監製是你可以控制他 不要亂花錢跟進度不要落後嗎 我覺得這是應該最大的原因 最在意的就是 好問你如果他 如果他挖超支的時候 你的語氣會是哪一種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這部電影真的耗是非常多的錢 但是要把打造這部電影要完成 其實要花費非常多 所以我想我會用 因為朋友的身份跟監製的身份 用軟硬結實的法式來獨處他 所以麻煩你 希望你能夠在這個地方 可能人少一點 或者在這個場景 開始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呈現 可能會更好這樣子 那以這個 你過去跟他相處的經驗 他是一講就聽的人嗎 當然不是 成功機率大概一半一半 所以反正如果真的勸不聽的話 你就要忍受下來 你就要好好替他完成他的夢想 沒有我覺得他有很多想法 有時候是我沒有辦法預料到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想法 常常在未來的結果 是造成很好的反應 所以我相信我們在電影 在製作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盡力協議他 讓他把他所要打造的 這部電影的想法跟內容 完全地呈現出來 當然周杰的作為導演 也令人感覺到監視 可能要監督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他在導演之餘的私生活 就是如果下班後 要跟誰出去 這個你也要管嗎 這沒有 但我可以確定的是 我會把他弄得很累 大家沒有時間出去玩 因為時間就是金錢 拍攝的時間很重要 對 所以你會全程地參與這個內容的拍攝 是的 那今天我們這個見面會裡面呢 可以告訴大家的某些訊息 包括天台這部電影 到底是一部什麼樣子的電影 所以我們看到周杰的電影 二的這個字樣上方寫著一部 從未見過的電影類型 那這個在 你知道學電影的我看起來 就是很誇口的一件事 是 是 敢這樣子講 當然應該有所依據吧 為什麼是一個前所未見的類型 對 因為其實我們光想這個劇本呢 其實他跟我提 講這件事情 大家一起來討論 已經將來有四年的時間了 那 我們構思了很多內容 到最後 我們要定說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點 當然愛情會是 它一個很主要的一個內容 但它中間的元素 非常的多 包括舞蹈、音樂 然後也包括武術 那更重要的是 武術跟舞蹈還可能做結合啊 那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 沒有看到過 對 因為裡面是演電影 不是表演 表演也可能讓武術 變成放的快疙瘩 大家就可以跳舞 可是演電影 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觀眾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就算是到了 帶有舞蹈成分的 舞蹈場面 也不會很抽離 就覺得說 這些人不是真的在打 對 不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這樣 以周杰的歌曲 那就變成歌舞片了對不對 對 就變成一般的歌舞片 它就可以是有那樣的 是 所以它在方式上面 有一些場是 有武術跟舞蹈結合的 是做得非常特別 所以我想 對於 在這個部分上面 我們很難定 它是什麼樣的類型 因為它沒元素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講說 一部從未見過的電影類型 更重要的當然也是 很少有導演 是自己自編制導 自演 而且還自己配樂 做這些東西 對 自編自導自演的 我是見過 可是自己配樂的 我真的想不出來 甚至 場面該如何打哪些 或者動作舞蹈的 我幾乎 他都全手要 因為他有這樣的經驗 跟想法 幾乎都有他的想法 內容在裡面 那我們看到現在 天台這部電影 它所呈現出來的 這個畫面 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天台 就是真的電影 當中會發生的場景 是的 那這是一個 我們裡面 設計的一個圖 那當然 現場 要拉出來 我也還沒看過 所以他想要 呈現的是什麼氣氛 因為有的人 可能會以為說 這意思是 他們的主角們的 經濟狀況 還是說他們的 人生狀態 其實他們住在一個地方 OK 所以我們以這個地方 為他定一個 定一個名字 那在這邊 發生了許多 很有趣的一些事情 所以氣氛是 是重的 還是開心的 有開心 有感動 所以有刺激 所以都有 對 適合這個 合家大小 一起來觀賞 對 那意思就是說 就沒有太遠 沒有 我們其實 想要做的就是真的是 但是不管那個老少 他們都 去普及就對了 他們普及的電影 對 對對對 比較先知己的 大概只有 你們自己 看一些片段就好 是 好 那非常謝謝我們今天 去留給我們高次 我們今天訊息 謝謝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歡迎的是 我們的這位導演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歡迎 我們歡迎 謝謝老師 歡迎 我們先讓美景拍一下照片 把照片拍一下 我們先拍一下照片 好 結論 結論下來跟王老師一起拍照 我們讓導演跟我們這次主任 幫你們兩位拿一下麥克風 金馬場便宜都沒有辦法請到的王學琪老師 這次以為周杰倫的寫著周杰來到台灣 王學琪先生這次會在電台跟電影中演出重要的角色 我們現在來跟他們聊一下 謝謝各位記者 首先要歡迎聽說王老師是第一次來到台灣 所以這次來的時候 除了跟周杰倫導演討論一下 將來要演這部電影當中要注意的事情之外 你有希望在台灣做些什麼嗎 那當然首先是吃麵線 吃頭豆腐 很多好吃的 希望你有時間可以好好享用台灣的美食 另外當然我聽說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本來以為周杰倫注意到王學琪老師的表演之外 王學琪老師可能作為一位這麼忙碌又這麼藝術化的一位演員 可能沒有注意過周杰倫的音樂 可是我這個判斷是全錯 你聽過周杰倫的音樂嗎 我非常喜歡 尤其是我喜歡周杰倫的話 因為我沒想到他對著你那麼生活的感情 而且由衷地寫著一個孩子對著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責任 我覺得相信我多年會不會有那麼小 OK 所以今天呢 在跟周杰倫一起多拍露面的情況之下呢 王學琪老師好像願意在周董的面前唱幾句 他喜歡的周杰倫歌曲 那 因為學長要合作 所以 我是不敢指導他 可是杰倫你是導演 所以 你希望聽到他唱一首歌 對 這個 王學琪老師 好 那我們歡迎王學琪老師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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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